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隐藏自己 曾经看过一句话 永远别把75%以上的自己暴露出去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才是最好的社交状态 与人相交 凡事显露在外 不仅会让人看清 还可能为以后的人生路埋下祸患 生活里的光鲜亮丽 说多了会刺伤别人 工作中的委屈心事 还没开口就会遭人嫌弃 好的坏的都是自己一个人的风景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隐藏自己不动声色的积蓄力量 一鸣惊人 一 隐藏财富 前段时间 有位网友在小红书晒出 其配偶月均82500元的中金公司收入证明 明知顾问道 1993年老公的收入水平 可以算婚后财产吗 一番炫富操作 让网友议论纷纷 有网友提醒道 你不知道你老公的公司 禁止对外透露工资水平吗 该女子不以为然 回复上市公司 一般会在年报里 披露员工工资情况 还轻微吐槽 她的薪水不是还没达到人均吗 没想到 话题在网上迅速引起发酵 下面的评论一时涌进了两万多条 届是铺天盖地的谩骂 目前 该网友已删除相关内容 对此 中金公司对外称 该员工正在停职调查中 英国作家威廉 萨姆赛特 毛姆说过 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 是你的炫耀欲 你要对付的是你的 时刻想要冲出来 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 虚荣炫耀 或许能换来一时的重心捧月 但钱财的过度暴露 只会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有些成功 自己高兴即可 没必要尽人皆知 有些话语 放在心上即可 没必要大声喧哗 卡内基说 天下最悲哀的人 莫过于本身没有足以炫耀的优点 却又将其可怜的自卑感 以令人生厌的自大 自夸来掩饰 那些爱在人前显摆的人 无疑都是自卑的 他们只能通过身外之物 来获得他人的另眼相看 真正富有的人 从不屑于金钱带来的虚荣 早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放下了优越感 二 隐藏锋芒 红英明在 蔡根坛说 君子之才华 欲允诛藏 锋芒毕露的人 难免成为众矢之地 步履为奸 唯有光滑内敛 才能行稳致远 大文豪肖伯纳从小聪明 言语幽默 在朋友中才智出众 年轻时 他特别爱在人前出风头 辩论时总是咄咄逼人 常常令朋友颜面无存 后来 一位老朋友私下对他说 你说话风趣可喜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不在场 他们会更快乐 因为你说话有理有据 让人难堪又无法辩驳 这样一来 朋友将逐渐离开你 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老朋友的这番话 使肖伯纳如梦初醒 他感到如果不收敛锋芒 彻底改过 不仅会失去朋友 恐怕也难以在社会立足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在人前卖弄学识 决心把才能发挥在文学上 这一转变 也造就了他后来在文坛上的地位 舒本华曾说 炫耀自己的才华 卖弄自己的精明 只不过是旁敲侧击地 嘲笑别人愚钝和无能 过分炫耀 不懂得藏桌 只会招人记恨 越有实力的人 越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不会轻易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得一时坚守本心 是一时效对无常 做人低调收敛 韬光养晦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周旋有数 处事有方 三 隐藏心事 网上曾有个热门话题 你为什么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了 有个高赞回答着实扎心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你的喜悦可能会刺激着别人的悲痛 你的伤心可能会淹没在别人的欢声笑语之中 自媒体作者古小满说过一个故事 敏如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公务员 在一次同学聚会中 他大道苦水 抱怨工作辛苦 经常加班 每次申请调休都会被上司 以项目进度紧张为由拒绝 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原以为自己的倾诉会得到同学的安慰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冷嘲热讽 大家不都这样吗 你还有保障些 也太不知足了吧 要不咱俩换换 我肯定比你撑得住 从那以后 敏如再也没有在同学群里说过话 也没有在朋友圈里抱怨过 作家福南说 自我消化负面情绪 而不是逢人便诉说自己的失落 怨恨 这是成年人的基本礼仪 没有谁的存在 是为了承受你所带来的情绪内耗 与负面感受的 若稍不如意就诉苦 目之所及都是一片阴霾 只会让人避之不及 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 终究百般自为自己尝 万种苦楚自己扛 越长大越明白 自愈才是对生活最有利的反击 风雨人生中 我们终将活成自己的百度人 四 隐藏情绪 古人云 愚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冲动的人遇到事情 用情绪说话 而聪明的人都会先处理情绪 再处理问题 一个平时业绩很好的修理工师傅 接到一单洗衣机修理的活 当他按时来到顾客家门口敲门时 没人开门 于是他给顾客打了电话 这才得知顾客还在加班 却忘了告诉他 他顿时怒火中烧 一想到外面下着大雨 自己没吃晚饭就冒雨赶过来 结果顾客却放鸽子了 不由更加生气 想到此行的目的 他忍住怒气 深呼吸三秒后 冷静地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空呢 顾客一边道歉 一边回答 实在是对不住 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家 请您等我一下 等两人见面后 得知师傅还没吃晚饭 顾客马上邀请他去附近的餐馆吃饭 等吃完饭 回到家 师傅找到了洗衣机的故障处 很快就修好了 客户再次表示了歉意 并在平台上给出了五星好评 这个一直是五星好评的维修师傅 后续接到的单子也越来越多了 一个人只有学会隐藏情绪 避免沦为情绪的奴隶 才能主导自己的人生 成年人的世界 总是充斥着压力与束缚 常常让我们状况百出 这时候 如果越急躁 越会忙中出错 越慌乱 越会一塌糊涂 明朝那些事儿中的一句话 容易发怒的人 往往是脆弱的 因为真正优秀强大的人 是自信的 自信就会温和 人生不如一知识十之八九 与其斤斤计较 不如心平气和 以不变应万变 学会妥善的安置情绪 才能在岁月的惊涛骇浪中 修得一份淡定从容 鬼谷子有一句话 圣人之道 在隐语匿 一个人隐藏自己 是保全之道 亦是破局之法 财不外露 内心风盈 才是真正的富有 不限才华 低调自持 才是做人的智慧 隐藏心事 自我疗愈 才是成熟的归途 折叠情绪 沉着应对 才是从容的心态 当你学会默默折服 沉淀自己 那些熬过的苦 终会化作生生不息的希望 照亮前路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